看完長度之後 接下來就是面積跟體積 面積就是長度的平方 體積就是長度的三四方 公分變平方公分變成立方公分 所以有些題目上會有代號給你寫 幾次方你這一點 基本上如果是規則的東西 規則的面積就有公式 什麼長層一寬 底層一高 數一二 如果公式可以算 如果不規則有兩個方法 不過這兩個方法 基本上現在在考試都不會出現 尤其是質量法已經很久都沒有出現 第一個方格是畫方格 畫格子 畫格子書 它有幾格 我講過凡是不到一格的 不管多或少 不當作它是半格 用它半格 它就酥酥酥酥酥 你就看它多少 那你可以曉得嘛 格子畫得越細就表示 你就越準確嘛 就數到越脫汤嘛 所以方格法 數格子 這補時候考過 這個方法有教過 可是基本上它會考是質量法 就是拿一個方格子 跟它描 描完全一樣的形狀 然後剪下來 放它添明 然後呢 另外一邊開始丟格子 丟一格 兩個 三格 丟到兩個一樣重 可是兩個都一樣多 但是屬於丟幾個 丟幾個 還不知道它有多少面積 叫做質量法 這個基本上算是沒有考過 所以說而已 那這個單位 一公升就是一千毫升 講過了嘛 中文的毫是千分之一的意思 所以一公升是一千毫升 但是你要小隔一件事 這都一樣的意思 都是一樣的意思 ECC就是一工作 就是一立方公分 一立方就是一毫升 這都是一樣的意思 考件上有人寫毫升 有人寫公錯 有人寫一萬公分 有的時候又出現CC的 不管哪一個 都一樣打 一毫升就11CC 就是一萬公分 不是一公錯 一公錯 OK 那麼 測量一天 你就用兩桶兩碼 然後我們講說 目光要平視 平視最高點或者是最低點 前面交過 回去再複習一下就好 那重點是 就是一些不規則怎麼弄 規則有公式嘛 我們常吃一塊 吃一塊對不對 那有一些公式你還沒有學 上次問同學 可能沒有學過那個球的體力怎麼算 反正有公式就對了 不是有公式 有公式就帶公式就好 那沒公式的比較重要 沒公式的就用所謂投水碗 你丟到水裡面去 丟到水裡面去 投水碗 怎麼樣 那投水碗只能夠用在 一 不容易水 二 不汗水作用 你們的參考書上 大多數都只有寫第一個 不容易水 沒有寫第二個 不汗水作用 重點是不容易水 不汗水作用 那如果不安一慰柔怎麼辦 不安一慰柔就有些別的事情 他很不信的 學生考過 學生考過 學生考過兩個 五十後 不太有考 都是參考書的題目 我們就換學生考 因為是沙子 沙子是有空隙 空隙 因為他會有怎麼辦 會有怎麼辦 所以都問過 你們以當初寫過家人作業就 那個寫過了 OK 他就投水碗 我就想 你不要管上面的V1 V2 V3 你不要管 你就洗它就好 水 50毫升 水加丁 65毫升 他丁多少 那65減50嘛 水加丁減水嘛對不對 所以你把它洗下來 那我三位如果聽聽看就知道 可以扣完就知道 就是所謂的投水法 投水法 來 測量我們東西的體積 記憶